提记 大唐的气象 如同一座山巒 从最初便铸造一个高峰 随即连绵延伸 到了真冠突然达到了空前巅峰 然而随之的安史之乱 如同雪崩 瞬息之间 帝国陷入了低谷 此后长时间里 曾经的圣唐进入低迷的形态 直到唐宪宗里纯登基 再度创造了大唐山巒的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唐宪宗的身后不久 当时的学者就已将将唐宪宗的圆和年号 与真冠开圆并列一起 将唐太宗 唐玄宗 唐宪宗 进行并列 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的三位帝王 到李纯出生之时 唐朝已经建国一百六十余年 至此已历经十一代皇帝 到了唐宪宗时期 大唐进入了关键的历史纬度 一 唐宪宗里纯画像 一 大唐建国一百六十余年 已经呈现出明显颓势 关键时刻出现唐宪宗里纯 历晚圣唐细像 真元二十一年 八百零五年 七月二十八日 唐顺宗下发一道全国性的旨意 将地位缠绕给刚刚特立为太子三个月的李纯 其军国正式 权令皇太子纯当于是李纯开始以太子身份监国 二 虽然李纯早期在政治大漩涡中 命运并不明朗 却在同一年里的几个月 发生重大转机 以至于这个年轻人 在接见百官半赫时竟然细不成声 再强大的命运安排 这个年轻人的激动 绝对发自内心的感慨 放眼此前的一百多年里 大唐的所有公式弟子和太子们 没有几个接班如他一般的顺遂 要么当光见影 兄弟相残 要么父子相争 最后扭曲了人伦刚长 只有他 遇到了一个被靠如山的父亲唐顺宗 儿子后的一个月 这个年轻人全部继承了其父的一波传承 唐顺宗再度向全国宣布重大决定 令太子及皇帝位 朕称太上皇 致赤称告 三 李淳从四月被册封太子 七月监国 再到八月寿禅登基 命运顺畅的大船 乘风破浪 直达人生的最高峰 相关影视画面 登基后 他将名字的淳改为淳 以此表达他要澄清天下之意 与此同时 他对自己规划了奋斗目标赐真冠之功 红开源之礼 进一步举真冠 开源之正 意思是就是要追逐大唐盛世的父亲 要与李世民和李隆基这样的先人并驾齐驱 对此 他对汉林学士李将 进一步阐释说 朕不宁 玉树几二组织道德封裂 无愧是好 不畏宗妙修 何行而至此乎 在他看来 大唐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甚至道德和文化 都已经出现并证 而他的登基 就是要立挽大唐风气的颓势 而不愧对列祖列宗 李将回答说 陛下承蒙正身立己 尊道德 远邪宁 尽忠职 与大臣言 敬而信 无视小人深焉 四 一语总结出此前的大唐数十位高层人物的最大缺点 希望这位年轻皇帝 能够从上到下纠正大唐的不正风气和清贤臣 远小人的强烈建议 二 讨伐翻阵 不畏困难 坚决推进以法度才至天下方阵 对西川 下隋 镇海 获得空闲成功 虽然登基之初 百费代理 这个年轻人 却要首先抓住对翻阵的讨伐 以此树立大唐绝对权威 在大范围调整了人事安排后 开始对不服从排成的地方节度是进行有针对的打击 人和元年806 其父太上皇堂顺踪去世 李纯在助手处理丧事时 建南西川节度使进一步得寸进尺要求李纯批准他接领建南东川 西川 山南西到三川节度使的要求勃然大怒 并予以驳回 五 行仕途 刘辟于是发兵进行武力夺取东川 再进而夺取山南西道 以此全面实现割据三川的野心 此时 面对国力虚弱和臣下反对的不利多种因素 年轻皇帝坚决力排妥协众议 前后九月 对西川进行大规模用兵评判 这是即位以来唐宪宗面对的最大严禁挑战 也是考验他的关键时期 李纯处理重大事物的能力相当突出 他态度坚决 指挥得当 诱人无误 战争获得了胜利 这不仅是其在位第一次征服藩阵 而是李唐25年以来对藩阵的最大一次压制 震慑了其他方阵 为进一步推进他绝对权威的以法度台制藩阵 提供了坚实保障 此外 正当唐宪宗集中经历处理西川事务时 在关内 发生了杨慧林在宁夏率兵拒绝唐王朝命令的事件 这样 险宗陷入了两头作战的不利局势 然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在操作得当后 事件得以迅速平息 不久杨慧林的人头也传到了京师 6.唐宪宗在登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先后平复下随西川的反叛 各地方阵对其叶家敬畏 甚至许多方阵节度使开始提出入朝的臣服的请求 达到了唐太宗时期地方官定期入朝的管理水平 7.相关画面 尽管此后在不断清除翻阵的路上 遭遇一些挫折 但通过李纯的坚强意志 最终前面实现对翻阵的全面清理 33岁那年 唐宪宗在颁布《消夺王城宗观节照》中 表达了自己以仁术智力天下 不以武功为夸耀的愿景 虽然此前讨刘辟 罚这兮 先后获胜 但颇怀残德 盖不获得已 其乐于私 8.另一方面李纯暗事 凡事与朝廷对抗者 终究必败 甚至此后的几年里 唐宪宗几乎是一边发展民生 一方面持续争讨怀惜之意 这场平定翻阵割据是其重要一个举措 是显宗影响重大而深远的事件 这场耗资巨大 规模空前 挑战严峻 历时长达三年 靠住唐宪宗的能力与意志 最终实现平定 如同一盘散沙 在唐宪宗挥动大扫帚之后 又将大唐曾经失去的去荣耀与威严再次聚拢 为了这一结果 唐宪宗花费大量的国库积累 甚至带头省吃俭用支援前线 对此他说 朕所以恶一非时 蓄姬护财 正为欲平定四方 不然 屠住之府库何为 九 靠住如此强大的意志力 唐宪宗终于在十余年后全面平复藩阵 获得空前权威 以唐的天下再次被他抓在了手上 三 唐宪宗的个人作风和战略定力 除了全面平定唐代藩阵最大顽疾 让他最终成就了中兴大唐的一国之主 唐宪宗的政治生涯 几乎一直在于藩阵作斗争 这成了他一生重要的事业 也正因此强大事功 让他与唐太宗 唐玄宗在历史上并驾齐驱 登基不久 唐宪宗的带动下 开启了久违的良好氛围 鼓励大臣直言极见 自己虚心纳见 为君推成 为臣尽忠 其义朝君臣关系非常和谐 相关影视画面 唐宪宗个人品行修养极好 除了善于学习外 言于律己 勤于正事 甚至为了筹措平凡经费 长期缩衣飞时 生活十分简朴 在位十余年里 兼兢业业 无论是大写深数尺 天气齐寒的严冬 还是大鼠方盛的库下 唐宪宗都坚持上朝不措 勤于正物 堪称大唐的劳动模范 此外 在关键时刻 唐宪宗始终能保持战略定力 在平定番阵时 多次遭到重大挫折和失败 作为战略制定者 他均能临危不惧 遇难不乱 在全面平复番阵后 他怀柔土番等外部威胁 创造了有唐义朝与土番关系最好的记录 甚至在平叛时 土番请求出兵 帮助进攻方阵的地步 到了真元三年 土番与李唐关系开始恶化 唐宪宗派西川节度使为高 大败土番军队 此后 土番再度与唐朝修好 在与当时的回湖 党巷 沙驼 南兆等各地关系 军通过实力 最终保持了安定局面 他一生虽然在位十五年 政务繁忙 始终坚持学习 以天下无事 留意典故 梅兰前代新王得失 皆三复其言 时 甚至他亲自带头助书利说 构建唐朝阮实力 在用人上更是赏功罚罪 任用乙工 十五年间所任宰相君十分优秀 如杜佑 李吉辅等人 虽然难免经无足斥 大多都是一时英才 十一 相关影视画面 然而遗憾的是 李纯年纪不大 却陷入迷信佛教之中 甚至对道教的不老之术 和所谓金丹也深信不疑 有学者考据 因服用这种有毒化和物 精神经常出现烦躁不安 左右宦官往往获罪 有被杀者 人人自危 因此 导致宦官陈聚极致 在中和殿 杀害唐献宗 最终进行隐瞒 称丹药毒发身亡 然而不管怎么说 唐献宗前面实现了 礼堂的空前统一 一生堪称大有为之主 为李唐忠兴做出重大贡献 由此代注宣赫的声明 进入大唐帝王最佳排行榜 注释 一 唐代一般不将女皇武则天 列为一代皇帝 如包括武则天 唐献宗实际是第十二代皇帝 唐大赵 即第三十 第一百零二页 三 最至通鉴 第二百三十六卷 第七千六百一十八页 四 新唐书 第一百五十二卷 第四千八百三十六页 五 最至通鉴 第二百三十七卷 第七千六百二十六页 六 最至通鉴 第二百三十七卷 第七千六百二十九页 七 唐慧耀 第二十四卷 第四百五十九页 八 唐大赵令吉 第一百一十九卷 第五百七十九页 九 自治通鉴 二百三十九页 第七千六百九十六页 十 册府原归四十卷 第四百五十六页 十一 唐慧耀 第一卷 第十一页 是